今天的经文是罗马书第二章 今天是母亲节 所以我找了一个比较贴切 认节的题目叫做母爱大儿 不过今天的讯息 就一点都不认节 非常沉重的讯息 在罗马书第二章里面 保罗好像是一个爱子深切的淑灵母亲 她在呼唤一个置意叛逆的儿子 叫她回转 我想说这段圣经不是我选择的 我不知道谁选择来在母亲节里讲 根本是不适合的 我昨天在预备的时候 在想上帝玩我 为什么会在母亲节里讲这段圣经呢 不过我们相信 上帝是选择了这段经文 希望在母亲节里面向我们传讲 是不是上帝都在呼召我们 因为我们都是自已 叛逆 需要回转的 可能有人会问 他说 你说保罗是慈爱的妈妈 不多次 保罗在这段圣经里面非常恶毒的 好像拉着他们去受审判的 为什么你会叫这段圣经叫做母爱大乙呢 中文有句说话 说慈母多拜乙 所以保罗闹得这么激 其实因为他很爱他这个半夜的儿子 所以一会儿如果我闹得你们很激的时候 你明白为什么了 你说 林牧师我现在明白为什么你叫他做母爱大乙 不过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 为什么叫西游记呢 说来话长 一言难尽 西游记其实是我给罗马书的一个花名 如果你把罗马书摆到现代的中国文化里面 你说罗马书应该叫什么名 应该叫西游记 我其实准备了很多很多的资料 今天预备先和你先讲西游记 接着再讲母爱大乙 结果很快就发觉原来是不会够时间的 于是我最后要割外 不讲西游记 直入去讲母爱大乙 我都决定会讲西游记 不过就转了去星期三晚上 我们有个福音晚宴所以挺好 所以在那里我今个礼拜会讲回 为什么叫做西游记 而你没有空来的时候 你都可以在网上听 我们开始的时候一起做个祈祷 主 这是你的话语 这个不是人的聪明智慧 主 你想我们听你这段圣经 你想我们今天听你这段圣经 求主让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 有一个同心听你话的声 叫我们不要叛逆 叫我们不要自愿 叫我们不要高傲 去拒绝你在福音里面对我们的呼求 叫我们去仔细的聆听 去叫我们去回应你的呼求 祝福我们以下这段时间 但我们这样祈祷去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罗马书第二章第一次这么说 所以你者判断人的人 无论你是谁 都无可推诿 你在什么事上评断人 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 你者平断人的 你自己所做的一切却和别人一样 保罗一入罗马书第二章 就破口大骂 他在轰炸一群叫做平断人的人 究竟这群人是什么人呢 如果你继续看罗马书第二章 继续下去的时候 你会发觉 保罗连续几次提到犹太人 保罗说当上帝的审判来到的时候 先是犹太人后视希腊人 后来当上帝将他的永生给人的时候 亦都是先是犹太人后视希腊人 接着十七节他说 但是你你既自称为犹太人 以靠律法以神夸口 如果你这样去看的时候 很有可能保罗所针对的这帮 其实是一帮恣意不信的犹太人 因为他们的恣意 所以他们不断在评论他们身边其他的人 我想你留意 罗马书第二章第一个字 或者第一句说话是什么 他开始的时候他说所以 而这个所以就正好将罗马书的第一章 和第二章连结起来 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罗马书第一章是讲什么的 简单来说 罗马书第一章所讲的是一个很繁华 但也都是很漆黑一片的都市 罗马书第一章说的是罗马 说的是当时罗马人的生活形态 如果上个礼拜你在这里 你有听过黄牧师讲的那篇道 你就知道了 那篇道的题目叫做 神任凭他们 神任凭他们 任他们行他们恶事 恶到这些地步 是保罗都说不出来 写不出来 只可以暗示 对着这帮无恶不作的外邦人 难怪教会里面一些可能犹太人 以前的犹太人 是有一种道德优越的感觉 我们今天坐在这里 我们都觉得有少少道德优越的感觉 我们可以指着外面的人 用红号叫他们的名字 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比他们好 但是保罗将战嘴反转 保罗坚决强调 其实我们跟他们没什么分别 保罗说 你评断做这样事的人 你自己所做的却和别人一样 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 保罗说 你以为你自己好 其实你跟别人一样 保罗说 别你与别人一样 什么意思呢 保罗是不是讲这些高举律法的犹太人 其实全部都是人面授心 他们每日都是过着相面人的生活 保罗是不是讲 他日头他们很敬虔 很有道德 夜晚就变成妖魔鬼怪 保罗是不是讲 日头他们来到公理堂聚会 夜晚就上网 不知道在那里看什么 去到一个地步 好像第一章里面讲 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 将自然的关系变成违反 欲火攻心行可恥的事 如果你这样想的话 都不是没可能的 不过我想有一个更好的解释 保罗说 你与别人一样 那个一样就不是他们人面授心 那么简单 如果你回去看第一章 第二十一节的时候 保罗讲着 罗马人 爱邦人的罪 有个罪根 罪根是什么呢 就是一章二十一节 他们虽然知道神 却不当作神荣耀他 思念变为虚妄 无知的心就昏暗了 保罗说 所有爱邦人 他们所犯的 很多很多很多 他都说不出的罪恶 的根源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虽然知道神 但他不当神为神 他们虽然知道神 是创造他们的 是他们应该荣耀他的 但他当上帝无道 而保罗现在将的箭嘴 指向这一帮 犹太人 他说 你们和那些人是一样 因为你们有同一样的罪根 如果你熟旧约 你知道 犹太人很重视十界 有没有记得十界里面的第一界是什么 十界里面的第一界是 除了我以外 你不可有别的神 如果我们正面地说 就是生命记第六章 他说 你要尽心尽盛尽力 爱耶和阿里的神 这个是上帝在旧约里面给我们的界命 但是可护的犹太人 可护的犹太人 高举律法的犹太人 他们竟然每日努力地遵守 其他九个界命 其他九个界命 但他心里面却坚硬的 他不是真的爱神 而是他心里面远离上帝 你明白吗 所以犹太人对于那些律法 他要画得很仔细 什么叫做守安息日 我觉得今天 在这里聚会完了 可能很多人都去喝茶了 如果犹太人立刻说你不行 他们很仔细守其他九个界命 但是他有没有守第一个 没有 他的心离开上帝 他不爱上帝 这个是保罗说 为什么他们跟那些外邦人是一样的 讲到这里令我想起 圣经里面 耶稣讲过一个很出名的比喻 浪子的比喻 一个人他有两个儿子 接着那个小子 那个小子是坏子 败家子 那个老爸还在的时候 那个小子说 你可不可以分些财产给我 就是说就他老爸死 然后他拿了这些财产 他走到很远 很远 很远的地方 他将所有的财产 花去 是坏子 不过幸好 这个老爸有第二个儿子 所以如果你生儿子 一定要生两个 一个失败了 还有另外一个好儿子在家 是吗 我想大家都很熟 这段圣经 去到最后 你发现这个大儿子 其实是不是好儿子 不是 这个大儿子和他父亲的关系 都是决烈的 所以最后的场景是 父亲要求大儿子回家 大儿子不愿意回家 小儿子回家 大儿子不愿意回家 这个是保罗讲的 外邦人是个小儿子 但是你们 你们犹太人 你很有道德的外表的犹太人 你是个大儿子 而你和外邦人有同一样的罪根 就是其实你心里面 根本不爱上帝 全部都是表面的功夫 所以保罗说 你以为你可以逃脱上帝的审判 你逃脱不了 因为上帝知道你的心是怎样 第二章第四节继续 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 欢迎的 忍耐的 不知道他的 因此是领你悔改吗 这节圣经很有意思 因为如果你熟旧约圣经 整个旧约圣经就在这里了 整个旧约圣经就是说 以色列人怎样搬益离弃 耶和华 而耶和华是怎样 他有丰富的欢容 忍耐 因此 是为了要什么 要人悔改 要他的子民悔改 所以说到这里 保罗很有趣 保罗表面上在威胁他们 其实你想想保罗最终威胁他们 最终他的目的是什么 他是想他们悔改 他说你知不知道 上帝的恩慈是为了要什么 要你们悔改 保罗说 Come, come home 回来悔改 快点回来悔改 保罗要他们怕 保罗要他们知罪 然后保罗要他们回家 所以为什么我叫这个题目 叫做无爱大义 于是保罗继续去警告他们 他说你竟放任你光硬不悔的心 你的心是肝硬不悔的 你要为自己累积什么 愤怒 保罗用了一个很特别的词句 去形容他们的下场 他说你们为你自己累积愤怒 有趣的事就是 这个累积这个词句 通常不是用来累积愤怒的 是累积什么 财宝 保罗说你傻的 如果你回改回转 你侍奉上帝 你为你自己累积财宝在天上 但是你真的是一个傻子 你就是要走 你就是要不悔改 现在你累积的不是财宝 你现在累积的是粉浩 但是说到最后 保罗都是向他们回来 保罗说你回来 如果不是在愤怒的日子 神的公义的审判 要显示在你这些人的身上 保罗要他们悔改 不是表面的悔改 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有表面的悔改 化了浓妆的了 保罗要他真正从心里面的悔改 保罗不要他随随便 变成个决志祈祷 没用的 保罗要他们从心里面真正的悔改 什么叫真正的悔改 你有没有想过什么叫真正的悔改 如果一个人的罪是出于一个光硬的心 一个真正悔改的人 就好像一个做了换心手术的人 他有一个不一样的心 这个又是旧约里面的图像 他说你的心 你的石心要被转换成为一个欲心 一个新的心 一个新的心 一个为上帝跳动的心 一个追求天国的心 这个是真正的悔改 是得救的悔改 保罗继续他说 他上帝要照各人的行为报应 最终上帝要照各人的行为报应 你说保罗你搞什么鬼 如果你是一个神学错歌 搞什么鬼 得救不是因着信的吗 不是凭信心 我们可以得到上帝的公义吗 为什么现在变成了行为 保罗绝对不是否定信心 而是保罗想跟你说 一个人如果他真正相信 他真正悔改的时候 他的心会怎么样 会完全地改变 而这个心的改变 会让他有一个生命上 行为上完全地改变 巨大的改变 不是小小的改变 是巨大的改变 所以他很有信心 他说将来上帝会以人的行为来报应 为什么 因为真的信心 真的悔改 会创造新的行为 新的人生方向 第七节 很难明白的一组圣经 很容易解错的一组圣经 他说当你转变了 你若真的转变了的时候 你会做什么呢 你会行心行善 寻求荣耀 尊贵和 不能扭坏 那就会有永生报上你 保罗说 你要尋求 荣耀 尊贵 我想告诉你 保罗在这里 开始告诉我们 这帮犹太人 其实有两个大问题 第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 之前已经说了 但这里他指出另外一个问题 原来这帮犹太人 除了他们的 自义之外 他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 拒绝尋求 荣耀 尊贵 不能扭坏的事情 所以刚才你记得 已经 他们说你累积着上帝的愤怒 其实他们应该累积着什么 荣耀 尊贵 不能扭坏的事情 他们拒绝了上帝 这里说 凡行心行善 凡行心行善 这个行心行善 就真的很好 翻译 因为很贴近我们中国文化 但就是因为太贴近 所以其实翻译得很差 翻译到我们完全曲解了这段圣经 我们一看到 行心行善 我们立刻想到 可以教人向佛 行善积德 你完全不明白 什么叫行心行善 圣经里面说的善行 说的行善 不是我们现在普通人 佛教徒也好 不信主的人说的行善 完全是两样东西 你记不记得当那个有钱的官长来找耶稣的时候 他怎么称呼耶稣 他说良善的老师 然后耶稣递了他一句 他说你为什么叫我良善 然后他加了一句 除了上帝以外 没有人是良善 你明白吗 所以什么叫善行 善行就是为上帝而生 这个叫善行 为天国而活 这个叫善行 不是叫你 付少许钱 做少许好事 去奏制下穷人 这个不是善行 这个是佛教的善行 但是我们很难明白 这个概念 年几前我在中环带了一个茶经班 在茶经班里面很有趣 有一个未信主的朋友 他每次都来听 后来他有一次留下了 他说他想跟我谈多些 他想问我一些信仰的问题 他说他去了教会十几年 或者他有很多骄徒的朋友 去茶经班十几年 但是他都未信 好了 我尽我能力解决了他的问题 之后我就帮他做了一个祈祷 祈祷完之后 他跟我说 他说林牧师 其实我觉得我的人 已经真的很好 如果我做了基督徒 我想我也不会有太大的转变 我当时压了我 但不是因为我觉得他是假无为善的人 我相信他是一个真实的好人 也他自己做了很多的善行 但是他不明白的一件事 就是基督徒讲的善行 跟他所讲的善行 是完全一回事 只要我所知 跟他谈了这么久 他由头到尾 他整个人生是以至我为中心 他所选的行业 他所读的书 他对儿子儿女的期待 全部都是和这个世界人 没有分别的 你明不明 他是一个好人 他奉公走法 他做了很多善事 但是他绝对在上帝眼中 不是一个行善者 因为他的生命的取向 不是指向天上 他的生命取向 不是以上帝为中心 他的生命的指向 不是尽心尽胜尽而爱 也会还我的上帝 所以我要你记住 上帝不是叫我们做好事 上帝叫我们追求天国的荣耀 尊贵 不留的事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这帮犹太人 即保罗在这里 骂的犹太人 其实他们是很喜欢荣耀与尊贵 只不过他们追求的荣耀专贵 不是天上的荣耀专贵 是什么 地上的荣耀专贵 如果你记得保罗 在《科林多前书》第一章里面 他说的一件事 他说 犹太人是要神职 希腊尼人是要求智慧 我们所传的是 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捍卫 半脚石在外邦人捍卫 愚绝 为什么耶稣被人钉去十字架 不是因为他周围去叫他们做好人 是因为他不愿意做了 他们要他做的地上的君王 他们想靠耶稣发达 他想靠耶稣得到地上的荣耀专贵 耶稣说 我的国不属于这个地方 不属于这个世界 My kingdom is of another world 于是耶稣呼召他们 去追求另外一个荣耀 另外一个专贵 而他们拒绝 乱使他将他钉在十字架上 这些犹太人 追求荣耀专贵 但是不是上天上的 他追求的是地上的荣耀专贵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朋友 我又问你 你追求什么的荣耀专贵 第二章八节 保罗继续 但是哪些自私自利 不信从真理 反信从不义的人 就有恼恨 愤怒报应他们 保罗不是在说那些道德伦亡的人 你要跟着保罗的思维 保罗这里是针对那些有道德的犹太人 这些有道德的犹太人 Nevertheless 他仍然 他们整个生命是自私自利 以自我为中心 他不信从上帝天国的真理 他追求地上的荣耀地球的富贵 他外表上他是有道德 但他心里面乡神是硬的 他爱恋这个世界 上帝说我会有愤怒报应他们 第九节第十节 他要把患难困苦 加给一切作乐的 却要把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 保罗不是在说众善因得善果 你如果就这样读这两节 你不要好好地看上下文 不要好好地明白保罗的思维的时候 好像保罗说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东华三远那样 不如大家都做好事吧 慷慨解囊打个电话 保罗不是在说这件事 保罗在说两个不同的人生 什么叫作乐 追求地上的荣耀 什么叫做行善 追求天上的荣耀 保罗说有两种生命 两种追求 而这两种生命 两种追求 最后会带你到两个 截然不同的永恒终结 最后保罗说 神不偏待人 神一定审判 对于追求永恒的人 这是一个大好的消息 但对于一些假冒为善 化下葬 其实心里面都是爱这个世界的人 这是一个很沉重的警告